儿子找了个聋哑人女朋友 女人不仅双耳失聪 还比女人的儿子大了足足六岁 女人很势不爽 只要要求女友和儿子分手 其料看似柔弱的女友 居然当场笑了出来 原来 儿子早就和女友说过 如果母亲要求分手 自己便会断绝母子关系 女人没想到 自己竟会被未来的残疾人儿媳 逼到无话可说 依子是为中年嘱咐 每天在家照顾丈夫 儿子 以及患病的公公 这样的生活令得压抑备致 某天新闻爆出 福岛核电针泄漏 附近的自来水 或掺入辐射元素而无法饮用 一时间 购买饮用矿泉水成了流行 但在给公公做粥时 姨子故意没放矿泉水 而是接了自来水 再将含有辐射的水做成的粥 一口口喂给公公吃 公公瘫痪在床 可色心不改 居然又一次伸手抚摸姨子的胸部 而姨子能做的 唯有用力将公公的手按到一旁 某个寻常的晚餐 姨子用干净的矿泉水 给丈夫儿子做了饭 可一看 丈夫居然在他做饭时 离家出走 男人离开的原因很荒唐 居然是因为害怕核辐射 丈夫抛弃妻子后 家庭的重担 全都落在了姨子肩上 弹缓的好色公公 一来伸手的儿子 全是姨子在照料 为了寻求慰藉和解脱 姨子加入了某个新兴宗教 教会强调牺牲和忍耐 让善意像波纹一样 荡漾人间 姨子对此深信不疑 除了每日前程祈祷 涉谈祭拜 姨子还花高价 购买教会所受的滤命水 据说喝下这种水 就能洗涤心灵 化解怨念 姨子用滤命水填满屋子 甚至取代超市的矿泉水 成了每日的必备水源 也不知是否滤命水 真有神奇功效 总之丈夫走后 儿子去往外地求学 公公被送进疗养院 不久便去世 姨子的心愈发平静 一个人在家 不知过得有多爽 但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几年后 姨家的丈夫忽然回来 丈夫此时回家其实别有所图 原来她患上癌症 需要人照顾 离开数年的男人 如今回来得如此理所当然 姨子心有不平 可碍于夫妻关系 还是答应让丈夫住下 不仅给男人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还收拾好了房间和床铺 丈夫却恬不支持 不仅没有对自己的离家出走 表示任何的愧疚 反而臭毛病一堆 寻臭的衣服堆了一箩筐 脏鞋子随意地扔在玄关 吃饭时以止气势地向姨子 要酒要茶 吃完饭就在餐桌边上剪脚指甲 虽然都是小事 可对忍受了丈夫许多年的姨子而言 所有小事叠加在一起 便不再是小事 姨子的心中火猫三丈 可教义告诉她要忍耐 要欺善 为此 姨子只能喝了几口闷酒 然后重新打理庭院 自从丈夫离家后 姨子便将堆满花花草草的庭院 做了彻底改造 如今的庭院 铺满泻软的沙石 堆砌而成的是 涟漪波纹状的枯山水 水型的波纹 但很快姨子发现 丈夫的回归 已经彻底打乱她平静的生活 除了各种琐碎的毛病 丈夫甚至随便摸了姨子 用来祈祷的圣球 看着沾满男人脏兮兮指纹的圣球 姨子不由地气上心头 甚至幻想用圣球 砸死这个厚脸皮的男人 可到了 关于隐忍的姨子 并没有那样做 为求心绪平复 姨子向教会求解 教会仍然教她继续忍耐 自我牺牲 甚至说服其购买了另一款 据说功效更好的滤命水 回家后 姨子在周身喷洒这种神奇的水 同时更加虔诚地祈祷 试图借此洗去浑浊的心情 可惜 丈夫还是老样子 不仅对姨子心教之事 喋喋不休 还擅自拿出妻子四藏的酒来喝 姨子心有怨念 却苦不能言 此日还要陪丈夫去看医生 到了此刻 姨子才知晓 丈夫回家的真正目的 是因为治疗癌症的药费昂贵 丈夫需要姨子帮她掏钱 面对丈夫厚颜无耻的金钱请求 姨子没有答应 可也无法拒绝 作为逆来顺受的中年女人 承担该死的家庭责任 似乎已经成了她必须履行的义务 姨子答应丈夫会做考虑 同时为排解郁闷学习游泳 并在过程中 遇见一位做清洁工的朋友 面对朋友 姨子终于找到抱怨丈夫的出口 朋友劝姨子将男人赶出去 表示丈夫得爱症 属于因果报应 不必纵容 姨子虽心有顾忌 可朋友说无需压抑自身的话 其实说尽了她的心坎里 回家后 丈夫追问过世父亲的遗产 姨子却冷眼回答 她已经让公公在去世前赶了遗嘱 如今家里所有的钱都是她的 毕竟被丈夫遗弃的父亲 这些年是自己在照顾 丈夫派桌而起 妻子这样做 等于是叫她等死 姨子却不慌不忙 觉得丈夫落到这般境地 是她自己活该 第一次怒对丈夫 姨子的心感受到了自由 此后 邻居放任猫咪闯入姨子家 姨子从最初的沉默 到如今的悔对 顾客故意挑刺 想要半价食物 姨子也从从前的唯唯诺诺 变为如今的勇敢质问 下班回家 姨子看到 自己精心布置的庭院 被丈夫踩得一塌糊涂 这次 姨子不仅喷洒绿命水祈祷 还偷偷用丈夫的牙刷 刷水池内的污渍 此日看着丈夫 刷着脏兮兮的牙刷 躲在一旁的姨子 忍不住乐从兴起 教会为流浪汉 施舍食物和水 姨子也在其中帮忙 可她惊讶地发现 丈夫居然也来领救济粮 的确 没了妻子的援助 丈夫活得形如乞丐 姨子答应给丈夫医药费 作为交换 她和丈夫也加入教会 为了治病 丈夫只能委屈其全 在教会里 说着违心的话 跳着奇怪的舞 本因为丈夫信教后 会有所改变 会日渐向善 可事实恰好相反 就连躺在冰床上打点滴 男人都不忘一脸色相 抚摸妻子的身体 这样的丈夫 令姨子无法呼吸 姨子继续用游泳的方式 麻痹神经 可朋友告诉她 即便不杀死丈夫 口耳在脑子里 想象报复丈夫的行为 也很爽 姨子照做 回家后一边吃祭坛上的糕点 一边脑洞大开的幻想 报复丈夫的种种爽闻情节 这样的幻想很大程度上 消灭了姨子对现实的不满 但不久 儿子的回来打破了幻想 儿子不是一个人回家的 而是带着女友 另姨子不满的是 女友不仅比儿子 大了足足六岁 还是个聋哑人 更要紧的是 儿子已经瞒着母亲 和女友同居了好几年 姨子又一次怒火攻心 可面对只儿的儿子 幻想中的报复不再奏效 姨子只能在 令人窒息的压力中 不停地喷洒滤命水 儿子对母亲的状态毫无察觉 还大大咧咧地 让母亲带女友出去玩耍 姨子照做 可眼前却频繁出现幻想 每一桩都在诉说姨子 对女友的不满 巨大的精神压力下 姨子劝女友和自己儿子分手 哪成想 女友身残之间 经当场捂着嘴笑了出来 原来 儿子早就交代过女友 要是母亲说劝分手的话 自己就会断绝母子关系 面对女孩的威胁 姨子只能忍气吞声 为了转移情绪 姨子像对待丈夫那样 带女孩去了教会学习 得知此事 丈夫接气发了火 姨子也不再忍耐 唾骂丈夫是个 逃避家庭责任的蠢才 同位男性 儿子站在父亲这边 认为父亲当初选择离家出走 是因为受不了母亲的压抑 此外 儿子扬言自己会和女友结婚 女友也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说出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 四面八方的压力 令姨子感觉窒息 此时的她唯一的慰藉 似乎只剩庭院内 象征忍耐和心境的波纹 某天 一起游泳的朋友意外溺水 行后 朋友担心养在家里的两只乌龟 姨子答应帮忙照看 可到了朋友家姨子看到 眼前的房屋遍地垃圾 蚁片狼藉 其中唯一干净的 是朋友儿子的遗诏 原来 朋友的儿子早就在地震中去世 姨子当场痛哭 她才发觉 一起倾诉心事的朋友 原来和她一样孤独 一样有着难以卸下的包袱 为了帮助朋友 姨子将乌龟带回家赞为照看 同时帮忙打理了朋友家的屋子 看着眼前焕然一新的房屋 姨子的心绪渐渐平复 这是她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 与人为善带给心灵的平静 正如教会所宣讲的 善意如同波纹渐渐荡漾 面对已经不再挑撕的老顾客 姨子主动给了对方半价 然而 纯粹的善意 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不久 患病的丈夫倒在了庭院 姨子本想相救 可看着被丈夫弄得一团糟的波纹 姨子顿然被伤 注意到姨子的情绪 教会之人给了她一瓶 据说对癌症有帮助的胜水 谁也不知道 姨子究竟有没有买下胜水 但没过多久 丈夫去世 并饮馆的人负责搬运时 竟不慎将丈夫的遗体 跌出棺材 笨落到波纹上 看到这一幕 姨子不禁哑然失笑 她觉得滑稽 觉得可笑 自己耗尽半生压抑 隐忍 守着的不过是一具 随时殒命的空壳子 丈夫的丧事结束后 儿子也启程远行 压抑的氛围终于散去 恢复自由的姨子 撤掉家中的祭坛 拿走了圣球 那日暴雨如注 姨子一遍遍 踢掉庭院中的波纹 然后在暴雨中 跳起热烈的弗朗林歌舞 随着舞蹈进入古典 象征欲望的仙红内衫 即将从黑色的丧服中 一名而出 周深僵硬的波纹 也被自由的舞步 彻底击碎 影片聚焦 东亚女性被困的人生 波纹是隐忍 是社会对女性的驯化 作为被束缚的东亚女人 我们无时无刻 不被困在家庭 这道怪圈之中 就好像牺牲自我 成全家人 是我们的天赋使命 社会要求女性 构筑自我安慰的道德波纹 可现实是 丈夫 儿子 哪怕擦肩而过的陌生男性 每个人都在 有意无意打破 女性情有的安全区 和波纹相反 舞蹈意味的是怒吼与反抗 是女性一地鸡毛生活的宣泄口 影片中 姨子从一次次修筑波纹 到最后毁掉 自己曾亲手建立的围栏 是从秩序回归自由 从压抑走向解脱的救赎象征 自此 她不必再做完美的妻子和母亲 而是跳脱了困住自己的家庭 瞩目心声 黑色的丧服依旧是束缚 可在束缚中理念的起舞 何尝不是一种盛放与觉醒